来各位我们看一下这里的第五题好吗 第五题的话这一张图呢通常没有看过的应该是有看没有懂 来他说呢右边的图然后是禁止在水底的一些成绩物 然后可能怎么了可能在某一个流速下他可能会被搬动 可能在某个流速下呢他被搬动然后被继续搬运了 所以这里事实上他在讲两件事哦 先被搬动一开始禁止后来搬动 那个叫做什么 沉积物离开原本的位置 离开原处离开原本一开始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把它视为是什么呢 侵蚀作用 应是侵蚀作用的话呢等于呢要让他原本呢在他家里在岩石表面 之后呢要把它搬离开那个叫做物理呢 讲的一开始搬动的力量要大一点还是小一点 大一点 最大进摩擦力可以接受吧要大一点哦 所以事实上要轻死的力量反而是要大的哦 当他动之后呢 我们再让他持续的动 持续的扶着动 或者持续的水流动他还跟着动 那个时候呢就动摩擦力而已 这是比较小的哦 所以意思这里有两条线 我们看清楚这两条线好吗 哇放大 拉过来 够大了吧 OK 来这里两条线 我们譬如说这里有泥有沙 这只是颗粒的大或小的区别 越右手边越粗 越左手边越小 那如果呢针对呢这里呢的沙也好了 这个点 这个点 意思 我们的沙可能在每秒钟一公分的流速 或者差不多十十一 啊没有这不是等见句 在十以上的流速 他可能会被轻死或说可能会被扳 直到呢如果扳不动停下来 因为呢力量减弱嘛 水流量变少或者波度变小 力量就减弱了 结果就停下来 意思你要这两条线 A'和B' 你要先分辨 到底谁是轻死 谁是搬运 搬不动就准备要成绩 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 轻死是上力道要比较大的 可以接受吧 所以呢我上面的这一个 A'我写了轻死两个字 可以接受吗 然后呢下头我写了呢 这个搬运跟成绩 因为下头的速度是小的 可以吧 意思我们先区分这件事情了 之后呢他问的 我们再来看图说故事 所以图你要先能够区分谁是谁 再来看犬项 来看犬项的话呢 第一件事情他说 到底在最小的流速的作用 谁会先搬动 所以我要看上面的线哦 最小流速谁先被搬动 放大看一下 来这一只手有看到咯 我的滑鼠的这一只手 这里的流速你有没有发现 最小的流速被搬运 所以我要看的是轻死这条线 因为这才叫做离开原处 离开他一开始的老家 所以呢你可以发现这里呢 流速最小对应下去的是谁 砂子 所以要把砂子弄动的话呢 是流速比较小的 反而呢你呀或者这一大棵的历史 他要让他翻动 流速要大的 可以接受吧 所以你一看的是这一条 AA框的 这个较低值 这个波谷的位置的这个较低值 来再来的部分呢 再来他说 如果大洪水把大家都带动了 不论你是沙安 你是利益 你是你全部都动了 但是流速呢总会洪水慢慢的退去了 就像现在的川纳 波谷水会变大还是变小 但现在的题目叫做水变小 慢慢的下降 慢慢下降就有人搬不动了 所以我们来看慢慢下降谁搬不动 所以这里有一个数字 每秒钟一公分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数字 来这里我有做标记咯 来每秒钟一公分 这里有没有看到这个1 所以我这个1的话呢 因为他现在讲原本搬得动 然后呢可能流速减慢而搬不动变成机 所以我要看VV'这条线 然后我看VV'这条线如何的呢 1对应下来这里 和这里怎么了 你看清楚我到底要选右半边还是要选左下咧 意思如果我选右半边叫做呢 乘这个利或者是沙的答案 如果我选左下呢 可能是你或者是沙子的答案 OK 那下问题叫做 我们流速原本可能很大 慢慢变小 意思如果它是大于1的话 这一些过来我的箭头过来的沙子力能不能动 可以动 可是现在流速变慢了 你说它能够继续动吗 动不了了 所以要选的应该选利沙 粗一点的沙搬不动 可以接受吧 剩谁可以动 剩细一点的沙 或者剩你才搬得动 所以 来看清楚这里要的选项咯 再让它缩小 看到屏幕本身 来我把它缩小咯 之外呢 它问你说 到底怎么了 降至每秒钟一公分 注意F这三个咯 所以呢 应该选的叫做 利跟沙 也就是我现在滑鼠这里叫做利 现在滑鼠这里叫做沙 利跟沙开始成绩 你呢 还是可以怎么了 还是可以帮你的动 因为要让它动 只要呢 小于1就能够动 OK 所以这张图等于 要是区分的是 到底哪个线条 谁是谁 谁是轻时 谁是搬运 你区分的出来 你才有办法拒 然后区分不出来就GG了 好 因为通常这种图呢 比较没有看到过的经验 就这样咯 停止录制 好好的 好好的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